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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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去给姐姐 端碗人参汤过来 是 启元呢 启元 他在里屋呢 天颗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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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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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珍儿 给启元求的平安符 姐姐 把启元放下 我们出去吧 怎么 这么急着赶我出去 怕我看见什么 启元的命已经够硬了 还要什么护身符 莫莫 把启元 抱到东相房去 是 我先带走 姐姐 姐姐 你看启元一直在哭 你先给我 我先哄哄她好不好 明日 你也有孩子 你想不想尝一场 失去孩子的痛苦 姐姐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若将她亲手掐死 你的铁石心肠 我会不会痛一下 姐姐 你 别过来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你的孩子就活得好好的 是 是你孩子了 我的孩子 不是 你们还不赶紧把孩子带走 是吧 过来 我 我 玉玥 你还要慢慢说好吗 你还说什么 说你如何害死我的魂儿 和朗玉 你真的好狠的心 我们可是亲姐妹 你为何要如此待我 姐姐 你先给我 你先给我 别过来 你快启元一直在来 别过来 姐姐 你先还给我好不好 让开 醒醒我真的会架死她 我真的会架死她的 姐姐 姐姐 你先还给我好不好 陛下到 万一 你怎么好有名店来了 抱启元做什么 怎么回事 陛下 我们的孩子 是被前妃害死的 和陛下不为我做主 我就同启元 一同撞死在这儿 你胡说什么呢 怎么回事 回话呀 陛下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茗玉送给我儿的余商 她明知我儿有船者 她在里面藏了直船的信坟 我们的儿子 就是歪了这个才有折的呀 陛下 这 不可能 不可能的 陛下 熊熊就是茗玉 你要为万一做主啊 万一 快起来 做何解释 陛下 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粉末 我给皇太子所有的东西 都检查得清清楚楚 这东西 真是你送的 陛下 既然姐姐 把启元给我 朕在问你 这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是臣妾做得没错 可是臣妾送的时候 是干干净净的 难不成我才污蔑你 难不成我会牵手 杀了我的孩子 来污蔑你吗 今日之时 万二也可以作证 回陛下的话 王太子 确实是玩过这个哨子之后 才引发的喘症 奴婢也确实看见 这个哨子上面沾有戏粉 陛下 万一这一生 从未求过你 如今同事爱情 万一只求 陛下可以让这个孩子 对皇太子陪葬 不 胡说什么呢 把孩子给我 让我 贵妃 陛下 姐姐 我也从来没有害过皇太子 陛下 先把启元给我 其他的事情 我们再慢慢查 上次的巫蛊娃娃 朕念在你好不容易 才从行宫里死里逃成回来 不与你计较 没想到 你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 用这种恶毒的手段 来对付一个小孩子 陛下 这于少上的坟墓 是不是害死皇太子的 还未可知 你怎么能这样 那就即刻让太医署 去验个明白 贤妃 就在永宁殿里候着 六皇子 朕先带走 若查明属实 朕绝不会让你再见孩子一面 不 谁也不信把我的孩子带走 永宁 明月 朕绝 你不要这么冲动啊 你敢威胁朕 我连检验都来不及等吗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切的一切 真的不是我做的 姐姐 陛下 我理解你们丧子之痛 若你们一定要找个人陪葬的话 我可以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求求你们 放过我的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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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